最近淘了一台DIY的迷你主机 主板还是来自于大厂华硕 型号是UN66 价格230元左右 首先要说一下 我并不是一位专职简陋的买家 买这些二手物品 更多的是出自于折腾的念头 然后再用视频分享我折腾的过程 所以我不会去讨论什么性价比 来看这台迷你主机 它的外壳应该是某个商家自己DIY出来的模具 用的是铝合金材质 机器顶部的微软logo 英特尔处理器的logo应该也是自己贴上去的 主机的IO接口分布在三个侧面 我姑且先把这一侧称为正面 正面两个5G速率的USB接口 USB左侧是电源和硬盘状态指示灯 工作时亮起白光 USB右侧是二合一的耳麦孔 另一侧的机身同样有两个5G速率的USB接口 右上方是DIY的主板电源开关键 最后有接口的一侧 DC边缘孔HDMI接口 WiFi天线孔千兆网口 这一侧下方是CPU散热出风口 拆开机身侧面螺丝后可以看到这套DIY的外壳是有两块铝合金对扣在一起 然后合成了主机机身 主板是靠斯克罗斯固定在下面的外壳上 单说这个外壳我觉得做成这样已经相当不错了 切割的边缘没有毛刺 来看这块主板两个笔记本内存槽 DDR4规格支持的最高频率是2133兆核 一个2230尺寸的M2固态硬盘接口 这块主板上实际是有两个SATA接口 一个是二合一的小的SATA接口 另外一个是正常的SATA接口 主板上还有一块卖家配好的普通无线网卡 可以在老的黑苹果系统下实现免区 主板的另一侧主要是那颗i3 6100U的CPU 以及CPU的散热模块 这个小风扇在高转速的时候声音还是比较明显的 由于我没有2230规格的M2固态硬盘 所以我给它安排了一块2.5寸SATA固态 一开始我以为没有固定SATA硬盘的位置 就直接用3M胶带把硬盘粗暴的粘在了顶盖上 后来才发现机身侧面是有两个孔的 也是用来专门固定SATA硬盘的 如果为了美观最好用成头螺丝来固定 可以让螺丝与机身齐高 内存条我用了两个8G的3200MHz 当然这个机器只值得2133MHz 买来时这台主机没有附赠电源适配器 好在我闲置的电源还有几个 接口刚好也是常见的5525规格 开机后准备先给它安装Windows 10系统 一进来就是非常熟悉的滑手logo BIOS界面是图形界面 设置好从U盘启动后开始熟悉且枯燥的安装过程 安装好Windows 10之后 来简单测试测试这颗老CPU的理论性能 板载的英特尔I3-6100U Skylake架构 两核四线程内置的核显是HD520 用CPU-Z跑分 单线程235多线程666 Geekbench 6单线程834多线程1765 Pathmark单线程1337多线程2844 Pathmark我们给它找一个参考对象 最后再用娱乐大师跑分简单看一下 我拿这台小主机打开办公软件来简单测试 使用下来看简单的办公也还够用 I3-6100U这个CPU虽然老 但是一些轻度的任务还是可以胜任的 在Windows 10系统下 整机的待机7-8W 性能测试时 整机的功耗一般在23-24W 最开始我用英特尔NUC8 mini主机时 它在后期扮演的一个主秒角色是远程下载机 那台搭载i58259U的小主机 整机的待机功耗也不高 8-9W 即使是7×24小时开机 这个功耗也是我能接收的范围 这一次我同样让这台小主机来扮演相似的角色 远程下载机再加上Jellyfin媒体服务器 我想在远程来操控这台Windows mini主机 我们都知道可以来借助远程软件 比如视频里我安装了Todesk 手机端也有对应的app 当然像Todesk这类商业软件 想要获得完整的服务 比如要远程直接传输一个种子文件时 Todesk还要加钱 要知道我的需求只是简单的远程下载 所以我还是继续找另外免费的方法吧 比如借助免费的异地组网工具怎么样 当然也是可以的 像ZeroTier Taleskio或者其他类似的工具 我以Taleskio来演示 先给这台mini主机安装好异地组网的工具Taleskio 非常简单就把这台mini主机 拉入了虚拟局域网中 在外面向远程操控这台Windows电脑 可以在手机安装一个RD客户端 它是一个远程连接控制工具 当然还有一个前提是 手机端也安装并接入了异地组网工具 手机端打开Taleskio 然后打开RD客户端 输入目标主机名称或者是内网IP 再输入主机账号密码 手机目前断开了WiFi 用的是蜂窝数据 尝试登录并连接 成功连接之后 在手机上可以随意操控这台Windows电脑 在手机客户端 还有一个小问题没有解决 像RD客户端 还是没有办法直接把手机端的文件 直接传输到远程的电脑上 除了手机后端可以操控以外 我又用MacOS端的远程操控软件测试了一番 电脑端的软件基本上就是完全体了 除了正常的操控以外 可以任意把本机的文件传输给远程的电脑 如果把操控设备又换成一台iPad 用起来同样很顺手 尤其是出屏模式 好像iPad化身为了Windows电脑 当然以上这种通过异地走网工具 来实现远程操控的方法 最重要的前提是网络要顺畅 如果网络连接性比较差 画面的清晰度会模糊 以及延迟也会增加 远程下载机的功能完成以后 我在这台主机上又安装了JellyFilm服务端 这台主机又变身为一台媒体服务器 i3-6100U内置的核显HD520 它的硬件说高也不高 说低也不低 具体可以看这张表格 在Windows端来设置JellyFilm服务器 是挺简单的 打开初始化设置 设置好媒体酷 媒体酷也可以挂在局域网的其他内网网盘 再设置好转码相关的配置 这时再进行转码 基本上就是GPU在工作了 一个下载工具和一个JellyFilm服务端 并没有占用多少资源 如果还想物质其他的服务 当然也是绰绰有余的 这样一台最常见的Windows迷你电脑就化身为一台日常待机功耗8W左右的微型家庭服务器 除了家庭服务器的功能以外 还可以给它准备一套主机游戏模拟器 来玩一玩怀旧的主机游戏也是不错的 这台迷你主机附带的无线网卡是拨通的 查了一下它在老的黑苹果系统下是免区的 所以MacOS应该是它的另外一种玩法 不过MacOS对硬件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我也可以预想到i3-6100U可能会难堪MOS大任 不过俗话说的好啊 来都来了 刚好Github有这台迷你主机现成的EFI文件 所以就直接整一整黑苹果 稍录镜像烤入EFI文件 再到最后的系统安装 整个的过程很顺利 安装完成以后进入系统 无线网卡是正常的 只是分辨率最高只有30帧 操作起来卡卡的 其实在玩黑苹果系统时 正常来说 英特尔HD500系的核显只知道蒙特雷 想要再安装往上的版本 就要进行核显的仿冒了 这里我打开硬件配置信息 果不其然引导文件里面是把核显型号 改为了英特尔的600系 我实在不想在一台性能雷路的机器上 使用黑苹果 安装这么一遭只是为了证明 它确实能安装上 仅此而已 接下来就是最后准备尝试的系统 飞牛NAS系统 我主要是想看看 飞牛NAS系统在这样一套老的硬件上 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比如系统流畅度 内置核显转把表现 飞牛NAS系统安装过程非常简单 而且飞牛官网的教程非常详细 挺适合小白同学的 系统安装过程也很快 至少比我之前安装OMV系统要简单快捷 它的外部界面也很流畅 接下来直接进入到转码测试环节 用飞牛系统自带的影视服务测试 同样一般的视频资源 比如说H264编码的视频资源 还毫无压力 还能够顺利调用硬件来进行转码 但是对于一些高规格的视频资源 比如H26510bit的 就超出了内置核显 HD520的上限 这时候只能通过软解来转码 占用非常高 对于飞牛NAS系统 我这里只说说它的影视应用 我虽然体验的时间不长 但我觉得非常适合小白选手 它的上手也非常容易 而且转码设置也非常傻瓜式 这一点是要给好评的 在后续我也会继续关注飞牛系统 好的 通过以上三个系统的折腾 这台配置老旧的小主机 也并不是一无是处 还算有用之地 尤其对我来说 我更倾向于让它运行Windows系统 因为我使用下来它能够完全胜任 所以我准备把它扔到墙角 让它做一个安静的下载机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下个视频再见